俄羅斯前兩天出動了極音速飛彈 打了第一發 以前從來沒有發這個飛彈 接著就第二 再出動極音速飛彈 這次上次打軍火庫 這次攻打燃料庫 燃料把你燃料炸掉了 看你怎麼辦 所以呢 摧毀你看這個火光 煙霧 都是用那個匕首飛彈 而且他還從海上 在發射巡弋飛彈 匕首飛彈系統 極音速飛彈 射程可以到兩千公里 但他們戰場沒有那麼遠 時速一萬四千七百公里 非常快的 那是普通飛彈的十倍 那在通常攔截的時候 地對空攔截 攔截不到太快 來不及反應就已經達到了 可怕就在這個地方 但是美國國防部長說 你就算動用極音速飛彈 也不會改變遊戲規則 那麼他主要他說呢 俄羅斯要從政 俄軍的氣勢 另外呢 這個普丁要 核戰撤離演習 就打核戰了 美國也打了 那要撤離 要演習 所以呢 就是情報人士來在那邊傳啊 所以核心官員節恐慌 核心總統幹什麼 他打核戰啊 不是只有你打別人 別人會打你耶 那如果別人打你的時候 我們要往哪裡逃啊 等等等等 雖然俄羅斯的地下體 非常深 非常深 你沒有辦法想像的深 就當時呢 美蘇對峙的時候呢 俄羅斯怕美國打飛彈 打這個核彈 所以挖得非常深 可以拿那個地下體 好大可以躲很多人 但是還是打起來 是蠻可怕的嘛 而且你幹嘛 我們要撤 要演習撤離呢 就你預備打人啊 所以你要防人家打你啊 那都很可怕了 是戰爭的這種 軍人喔 還沒有那麼危險 老百姓最危險 因為軍人還有軍事碉堡啊 還有武器 民眾什麼都沒有 以為說躲到劇院 躲到學校 躲到醫院安全 結果一打下來 死傷更慘重 來 陳委員 現在打仗 是真的看的是非常難過 尤其我們來自 金門戰地喔 那我常常最近在問朋友說 如果今天台灣發生戰爭的話 現在這個時刻 假設發生空襲啊 或什麼樣 那我們 你現在要躲哪裡 要到哪裡去 我們政府有沒有幫我們 做過這樣的演習跟演練 沒有嘛 沒有 那看到看到這個 又剛剛看到這位 這個我們看烏克蘭 這個總統喔 他的那個 他那種好像就是 已經在吶喊說 就是希望大家來幫忙 他雖然用譴責方式 他運用他現在的聲量 據說以色列 我們幫過你沒有來幫忙 哪一國哪一國 你應該來幫 但是我覺得那一種非常 無助的那個吶喊 那就回到剛剛最早 剛開始講的那一段 就是說 那到底如果回到最開始的時候 當然戰爭成就了英雄 成就總統成為英雄 不管是怎麼樣 但是回到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避戰成功 我是看到烏克蘭的歷史的時候 一直在想我們自己中華民國 在想我們這個 我們國家到底是不是 慢慢的好像也一直在 往那個方向走去 那在這個戰爭裡頭 現在會遇到的是很明顯嘛 那現在俄羅斯跟這個 烏克蘭在談的時候 他們現在在說 好那是不是在批評說 他們攻擊城市 然後讓那個 用這些百姓當作人質嘛 他說那如果你投降的話 那我們就開放這個 開這個人道轉讓百姓離開 那但是站在現在這個立場 那個烏克蘭的中華 不可能投降 這個也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但是百姓 百姓又不能離開 那所以很多人在問說 這個戰爭還要持續多久 問題是百姓還要痛苦多久 那濫民的話 濫民潮已經產生 那現在世界各國雖然說 接受這個濫民 不管是我們說波蘭 或者是說英國也是喊得很大聲 但我看到的相關報導 英國實際發生的簽證是很少的 然後不然當然有幫忙 但很多國家都有幫忙 問題是是多久 然後接著下去怎麼辦 那殘破的家園 以後怎麼這個重建 這這些都是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這個戰爭發生的同時 我們事實上都都是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我個人感覺 整個臺海的局勢好像有點 雖然我們的政府一直在跟我們說 我們不能說什麼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但是我覺得 烏克蘭之前所做的事情 因為它位於這個位置 在全球這個局勢下 感覺就變成了歐美的馬前竹 但是他們又不願意給他承諾說 讓你加入我們這個陣營來保護我們 你看他剛剛說的很玩 到底是如果當初加入 是不是就不會有戰爭呢 但是跟現在台灣的情 不是蠻類似的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